欢迎来到陈毅NewsCenter频道,请订阅频道,大家不要错过当天陈毅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近日,演员陈毅在柯润直播平台开启了自己的直播间,与主持人林晓进行了一场互动直播 在直播过程中,林晓多次发现自己有些跟不上陈毅的思维,引发了观众的关注 这段互动直播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不少观众纷纷转发和评论,表示对陈毅的脑回路表示跟不上 也有观众表示对林晓的表现给予了肯定,认为他能够应对陈毅的进退两难问题 这并非是第一次有艺人在直播中展现独特的思维模式,与主持人的互动也成为热点话题 类似的情况在各个直播平台上都有发生,观众们对这些直播互动中的意外事件总是充满期待和好奇 这样的互动直播不仅能够增加观众的娱乐和消遣,还能为广告组合品牌带来商机 通过与主持人的互动,以人能够更好地展示自己的个人魅力 并与粉丝进行互动,增加了粉丝的粘性和忠诚度 截至目前,陈毅的直播人在继续进行,他与林晓的默契互动也在持续升级,不断引发观众的笑点和谈资 此次互动直播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陈毅的知名度和形象认同度,也让观众对林晓的主持能力给予了肯定 对科润直播平台而言,这样的互动直播活动有助于吸引更多用户参与,提高平台的活跃度和用户粘性 这次互动直播给观众们带来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娱乐体验 诚意的反应让人捧腹大笑,林晓的机智回应也让人敬佩 互动直播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娱乐方式,正逐渐成为人们追求轻松快乐的选择之一 同时,艺人在直播中展现出真实的一面,也增加了观众与偶像之间的亲近感和共鸣 这种直播方式的创新给娱乐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对于参与者和观众来说都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总的来说,陈毅和林晓的互动直播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事件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娱乐和商业层面 这种直播形式给观众带来了欢乐和娱乐,也让品牌和广告主看到了新的商机 互动直播的出现为娱乐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创新方式 也提升了观众对偶像的认同和喜爱度 无论是陈毅还是林晓,他们的表现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让观众期待未来更多的精彩互动直播 让我们一起期待,陈毅和林晓,在接下来的互动直播中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笑料 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明星和主持人能够创造出更有趣更独特的直播形式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娱乐和快乐 感谢您观看影片,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